哈囉 歡迎收看收益圈頻道 我是Nala 哇 下午茶時間到了 看起來都好好吃喔 可是吃多又怕胖怎麼辦呢 今天就來請教我們營養師要如何健康吃吧 我想請教我們營養師 那我們零食的最大問題是在哪裡呢 我們現在看到桌面上這一些零食 你看都是不外乎就是高精緻的澱粉類 還有高糖 高油 那另外也有一些鹹的餅乾其實也是高鈉 所以這一些的話其實我們長期吃的話 其實這一些都是對我們身體造成肥胖 或者是三高的很大的一個負擔喔 尤其是對我們愛美啊怕胖的女生來說 這一些零食其實都是很可怕很可怕的零食 那如果說我們想要真的下午然後嘴很殘 想要吃東西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樣做選擇呢 我這邊有準備了一些比較健康的零食 像譬如說像這些堅果類 那堅果類我們的選擇最好是選擇那種低溫烘焙 然後不要調味也不要油炸 像有一些是糖蜜的啊或是鹹酥的啊 那這些的糖分啦或者是它的一個味道的比較重 那熱量也比較高 那選擇上另外還有一種選擇像是 就是這種屬於中和的堅果 它不但有堅果類它還有一些果乾 那這些在購買上其實要很小心 因為果乾本身還是保有一些水分 所以如果說它今天在包裝袋裡頭的話 很有可能它的水分會跟堅果會影響它 讓我們的堅果容易氧化 或者是它容易就是輪輪不夠酥脆 然後另外呢像這個茶葉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高蛋白的一個茶葉蛋 所以茶葉蛋它不會造成我們的一個熱量的增加 那反而還可以增加飽足感 那另外就是像是水果像是大番茄啦 大番茄是屬於蔬菜類的 那小黃瓜也是喔 不要以為說下午茶零食不能吃蔬菜 其實這樣子當個零食吃其實也滿健康的 對那當然蘋果啦或者是說大番茄這些水果 其實也都是我們下午茶很好的一個零食的選擇 那另外的話有些人會買那種果乾喔 那果乾的話其實我們要選擇上的話 就是要選擇那種味漂白的 而且也盡量就是純粹只是風乾就好 不要加糖啊或者加一些糖味 對對對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果乾它其實是風乾後 它體積會縮小 所以說我們在吃果乾很容易 不小心就吃了很多 那不要忽略像一顆芭樂如果風乾後 它可能只有變成三分之一 那所以說其實要吃的話 不如吃新鮮的水果 會比吃果乾會來得更影響 聽完之後大家知道 在下午茶還有嘴饞的時候 要如何選擇了吧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字幕仔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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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仔細節